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惊悚恐怖片《孤岛惊魂》 影片上映于2011年,是由陈小春和杨幂主演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富商准备在一座小岛上投资 要把这座小岛变成旅游圣地 但是这个小岛之前是政府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的地方 经过时间的推移,被丢弃小岛上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于是岛上到处都是怨魂,很诡异 于是富商决定让四对男女八人前往小岛 用绞尽的方式诱惑他们 只要能够出来的人就可以得到这笔钱 但是上岛后几人却频频发生灵异事件 一面开始被富商安排上岛的八人被焚成四组 一男一女一组,他们坐着游艇准备登上小岛 但是一阵狂风袭来,游艇因为晃动,所有人都被晃到了水里 就这样八个人登上了荒岛,但是他们都分散开了 其他人因为来这里之前没有准备地图,所以也不知道方向乱走 期间,他们还遇到了在地上跑的不明生物,在追杀他们 还有一个女生遇到了马峰 这边的女主阿雅和男主阿坤在一起 阿雅从胸前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地图给阿坤看 阿坤看后,喜笑颜开,准备和阿雅合作 还好,剩下的同伴都相安无事 大家又重新聚在了一起,准备商量下一步该怎么 他们一星人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屋子里 因为此时天已经黑了,众人就准备在这度过一夜 而此时,其中一个女同伴说,自己知道这个小岛 这个小岛原来居住的都是马峰病人,因为当时医疗手段受限 政府就把他们集中在小岛上自生自灭 后来死了很多人,小岛也就废弃了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屋外的骨灰坛开始莫名其妙的爆炸 早上妖风四起,在他们所在的房子的屋顶上 也缓缓落下了很多骨灰坛 而且上面都有死者的名字 这些名字就是这八个人的名字 这是阿宽和大家说,自己决定退出这场游戏 在阿宽晚上洗澡的时候,一个女同伴 为了阿宽手中的地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 而且刚说完,另一个女生也走了进来,把衣服脱掉 看来两人是要争一下 就在阿宽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家也都赶了过来 才缓解了这尴尬的气氛 阿宽离开破屋后,在外面用木板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 这时阿雅找到阿宽 阿宽让阿雅也和他一起推出 正在两人交流的时候 阿宽突然像中了蟹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最后装到了横梁上摔了下来 之后阿雅就跑回破屋 大家认为是有内鬼,所以决定各自回房 看看内鬼究竟是谁 十分钟后再返回 可是偷拍内鬼的摄影师在野外居然踩到了捕手甲 女同伴出来看看,也没不明力量 抛向空中摔死了 当大家再次返回破屋时,发现了摄影师的尸体 大家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击中 注意倒下 第二天晚上,一个女同伴被石头打到头部也死了 大家这时候起了内吼 再加上岛上的灵异事件,每一个都死于非面 只剩下阿雅一个人 塞亚慌忙的逃跑,但是跑到一半就摔晕了过去 影片最后,阿雅醒来时看到了阿坤 原来这一切都是阿坤的计划 阿坤和富商是两兄弟 因为阿坤和母亲得了麻风病 也被扔到了这个荒岛上 但是阿坤绞性活了下来 因为阿坤在荒岛上发现了很值钱的经典 所以将大家都杀死 阿坤这时帮阿雅处理脚上的伤口 阿雅趁机踢晕了阿坤 就在阿雅回眸的一瞬间,影片结束 国产公布片,剧情都大同小异 其初都是人心险恶,但最后还是会被正义打败 剧情平淡无际,正所谓气氛不够 吟笑来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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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